范碎微微一笑,如果住在宫中的长公主与北齐联络,而手下拥有无数密碟的皇帝根本毫不知情,这绝对说不过去,叹口气道,所以不明白,她为什么还让长公主住在宫中,而不是去封地。 长公主是太后最疼爱的小女儿,是她的妹妹,而且她不需要害怕什么。 你预估皇帝在这件时候会有怎么样的反应?范贤很信任五竹的分析能力。 马上出动监察院,消除你一手造成的影响,大家赏赐长公主,以证明皇室的团结,等事情安静后找个合适的机会,让长公主回到自己的封地信仰。 五竹冷漠说道,赏赐长公主的时候,应该会顺便赏赐陈郡主,同时升你的官。 范贤苦笑,知道她是在阐述可能的事实,但听着总有些像冷笑话。 为什么皇帝想不到用我这种简单手法,逼长公主出宫,如果按照你说的,她早就知道长公主与北齐勾结的事情。 第一,你这个方法很变态。 第二,她不需要逼自己的妹妹出宫,她喜欢等那些潜在水面下的人浮起来。 范贤听得出来,五竹对于那位皇帝的能力十分相信,眉头皱得愈发紧了。 虽然帝王家统统是无情的混蛋,但两相比较,那个见过两次面的皇帝,明显要比长公主对自己更温柔些。 所以,范贤下一时里开始操心起那春游可能几年之后才会发生的谋反。 那我们搞这一出,等于是缓解了宫中的局势。 长公主在宫里应该还有伙伴才对。 我去查,五竹很淡漠地说着。 范贤想了一想,还是决定了照计划进行。 苦笑道,我必须想办法让长公主远离宫廷一段时间。 不然,皇帝陛下还没有来得及将对方一网打尽,我自己就要先成为对方手下的亡魂。 皇帝陛下有胆量等,有实力等对方先发动,我们可没有。 一个敢于与外国勾结的势力,如果陷入某种狂热的情绪之中来对付范贤,范贤只有跟在五竹屁股后面逃跑的份。 虽然周游世界是范贤所愿,但目前这种代价是他不愿意付出的。 我去了。 去吧。 范贤一挥又闭,觉得自己确实很有年轻学生领袖的气派。 他前世看过许多抗日战争的影片,觉得此时黑夜之中的沁国。 像极了被日军占领下的北平,自己与五竹就是那些勇于反抗侵略者的学生们, 正小心翼翼地在星号星号夜色星号,星号星号请删除,星号星号星号请删除中散发着传单, 号召庆国的子民们,起来反抗那些无耻的统治者。 他微笑着躺回床上,床下的箱子就这么搁着,他一点也不担心, 五竹这方面的记忆都丧失后,这个世界上会开箱的就只有自己一个人。 熟睡之后,他做了一个香甜无比的梦,初秋的京都下了一场大雪, 长公主妾生生递上了马车哀怨无比地回头看了一眼皇城, 然后离开自己生活的世界。 九月初秋的京都,真的下了一场大雪, 漫天的白色船单像雪花一样,飘洒在京都里的每一处, 尤其是太雪与文渊阁附近,更是时之不尽。 其实,天色细微, 沉起的雪子与百姓们捡起这种陌生的纸片, 一看之下,大惊失色。 这是庆国这片土地上, 第一次出现船单站。 但范贤依然高估了庆国子民的热血, 低估了监察院和六部衙门的操控能力。 不过是两个时辰之内, 整座京都地船单都已经被收拢到了天河路流水畔的那个方正衙门里面。 没有一个人敢扣留船单, 虽然百姓们太学症的反应也很神速, 当天就请了旨意, 提前开始了秋学的考试。 诸班措施在半日之内, 连续下发, 终于成功地控制住了局势。 但流言, 这种东西不需要翅膀, 也会飞, 不需要空气也能呼吸, 早已传遍了京都的大街小巷, 人们出门时常常会互望一眼, 那眼中不再是表达着, 您吃了吗? 的意思, 而是说, 您看了吗? 长公主的声誉在庆国京都一向不怎么好, 毕竟三十几岁的人了, 还没有结婚, 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相当怪异。 所以传单上那些对于长公主里通外国的指控, 虽然百姓们不见得玩会相信, 但也依然认为空星号星号来风, 未必无音。 那些街坊婆姨们的逻辑更加简单, 这么老了还不嫁人, 肯定不是什么好女人。 庆国皇室第一次面对这种局面, 不免有些紧张, 虽然监察院措施得力, 但皇宫之中依然惶惶不失, 宫女太监们走路的声音都刻意放小了一些, 听说陛下在御书房里大发了一顿脾气, 而太后老人家去了一趟广信宫, 几个耳光声过后, 长公主哭了好久。 监察院的房间内, 一片安静和尴尬的沉默, 八大处的头目都看着上前方, 陈平平坐在轮椅上, 用手拔拉着领下没几根的胡须, 看着那张传单, 呵呵怪笑着。 陈大人可以笑, 下面的头目们却不敢笑, 谁都知道那张传单上写的什么东西。 你们说说, 这纸上写的东西有几分奇甲? 陈平平终于压下了心中快意, 看着下属们。 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八处的头目, 这京都所有的文字出品, 现在就归他与教育院的相关职司管着, 今天京都出了这么大事, 他早就吓得不行, 于是不急回答院长大人的问话, 抢先会报道, 只是西山纸方的纸, 那里归内库管。 墨是万松堂的墨, 那家没有什么背景。 陈平平皱眉, 看了他两眼, 金则道, 我只是问你真假, 又没有问你是谁写的。 八处头目抹了墨额上的汗, 小义回答道, 污蔑公主, 妄言国事, 挑弄是非, 自然无一分是真。 陈平平笑了笑, 只是这笑容有些阴寒, 窗子依然被黑不当着, 所以他轮椅所在的那部分, 显得有些清冷, 都是假的吗? 传单上面说, 常公主与北齐秘密协议, 将庆国在北齐的密碟头目炎兵云, 欢手送于对方。 四处头目炎若海昼霉道, 炎兵云一事, 肯定是朝中有人泄露的风声, 而且品质一定极高。 但如果说是常公主, 下属实在不解, 这对于她又有什么好处? 这传单上说, 有些天夜里, 庄莫涵与常公主私会于广信宫中。 陈平平壮作无意说道, 严若海插摇头, 庄大家是太后请入宫中居住, 这是当不得证据。 陈平平很欣赏地看了她一眼, 说道, 冰云被求北国, 你还能冷静分析, 不错。 她忽然沉着声音说道, 不过, 有该体移的对象, 就该怀疑, 不要忘记, 本院只是效忠陛下, 效忠皇室, 却不是效忠皇室里别的单独一人。 她的双眼平静她看着坐在最后方的一人。 那人是监察院一处头目诸葛, 专司监视朝内官员, 是监察院八大处理权力最大的一人。 诸葛点点头, 皱眉道, 知道严冰云事情的, 包括我与严头在内, 一共只有五个人, 如果说长公主与这件事情有关, 那她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陈和平依然静静地看着她, 室内其余的七位高官, 才渐渐感觉到有些诡异的气氛凝结了起来。 沉默了许久之后, 诸葛依然平静着, 偶一皱眉, 似乎在思考如果这纸上写的是真的, 长公主是从哪里得的消息。 但是, 坐在她旁边的八处头目, 却很明显地看到一滴汗, 从她的发壁里滚了出来。 陈平平依然平静地看着她。 诸葛皱了皱眉, 忽然开口说道, 大人, 阴何一在? 终于等到她开口, 陈平平缓缓和上眼帘, 淡淡道, 因为你很愚蠢。 为什么不能是颜若海? 麦子求荣的例子, 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少见。 诸葛从知道颜冰云被抓的那天起, 就知道自己肯定要出事, 苦笑了一声, 望向颜若海。 你是一触头目, 废界也老了, 若我退后, 案里应该是你接掌这个院子。 陈平平和卓眼, 很平静地说道, 很可惜, 你知道我有别的案, 所以不甘心。 对方许你日后监察院之权, 依陛下的意思, 这件有趣的事情还可以看上一段时间, 但是没有想到今天晨间这场纸雪花, 却将所有的事情提前掀开。 陈平平淡淡道, 所以本院只好提前处理。 谢谢大人成全。 诸葛知道, 如果陛下亲自处理这件事情, 迎接自己的肯定是更加悲惨的结果。 他的喉咙咕咕响了两下, 有些艰难地加重了呼吸。